2018年关于离婚的调查当中 你知道最致命的是什么吗 就是你们这个 习惯的不同 无法包容 最后导致了离婚 而不是大家常说的什么 第三者呀 外力介入 没有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对人的消耗太大了 你们不觉得在这段情感当中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笑容吗 一段感情放在面前 让两个人都那么痛苦 活得都那么累 干嘛呢 我们的生活还有很多的事要去做 你们不在爱的时候 就应该负责任地选择分开 而不是自欺欺人走在一起 当然如果你们还有爱 你还想试一试 还想磨合一下 还想通过一段爱情来成长的话 你们也可以选择继续啊 我们提供的只不过就是一些观点和角度 最后你们做决定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过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我想了想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能继续一起 因为这两年我发现 我确实感觉有点离不开你 虽然生活中有这么多事情 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每一次都更多的是 希望你能不要太过生气 我也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尽量少地避免这些问题 我也能尽量地去想站在你的角度去包容 去把这个爱情去做好 嗯 我跟你相处里也快两年了 然后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也能够多包容一些我的缺点 多体谅一下我 然后生活中能够多帮我分担一些事情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了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请关门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有请 来吧 我们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嗯 你刷 今年已经第二个年头了 然后去年过了今日 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也说你说自己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完美 在哪些事上都做不好 但我觉得不是 在我眼里 是我见过的 最善良 都是最认真 然后又能让我最爱 最想为你做很多事情的女孩 所以想我觉得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既然已经来到杭州 那我觉得就在这边 我们就在这边 然后一起为这个爱情去努力 一起去包容对方 我觉得未来 我们也认识的 肯定会很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继续走下去 好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主持人 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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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衡量 或者说评价人家这个选择是对是错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 如果他们愿意为这个爱再付出 再坚持一下 我们还是应该 祝愿他们能够在磨合当中 找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